10月29日,范冰冰工作室在微博上po出一组范冰冰的美照 在此组美照中,范冰冰正在第一届平遥国际电影展 只见她身着一袭白色樱桃长裙亮相,肤白貌美,气质十分优雅 据悉,此次范冰冰是作为形象大使登台致辞 她大言很开心能支持国家电影产业的发展 并祝愿平遥国际电影展可以发展成百年影展 网友们在看到范冰冰这组美照后也是纷纷大赞 最喜欢我冰的笑容,暖暖的 大晚上的冰的美颜让我的小心脏受到了暴击